今天我妈在我吃饭的时候 说想跟我商量个事 她说你不是开网店卖衣服吗 她收藏了一些衣服的款式 问我应该买哪件 我当时就有点无奈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买个贵点的 她说我觉得挺好的 我说你五十几块钱想买什么 高端重磅真丝连衣裙女 百分之百桑层丝 什么与外貌原单 国际奢华大牌专柜女装 贺本气质66块钱 你觉得收到的东西 跟图片能一样吗 我做一件短袖的T恤 成本价都不止这个 你也是做过那个商人的 这个有可能吗 一分钱一分货嘛 后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说动它 然后我就退了一步 我说你把这些买回来 我们试一下 然后什么效果比较好 我们就留下来 不行就退掉 然后我妈又不高兴了 她说要你选一件买就行了 我不可能都买呀 对货我还有十块钱呢 我说我给她出钱买 我说多买点她又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爸爸妈妈 他们年纪大一点 身材没有那么标准 就是最好是现场试一下 效果好就买 效果不好就算了 但每次去商场 她又觉得商场的价格 简直就是抢劫 我没有办法认同你的生活理念之类的 她还在之前跟我聊 她说今天股市怎么怎么样 说的感觉自己好像那种股市的那种大牛 坐在大户室里面挥斥方球 她说妈呀 你今天股票不止亏了一千吧 你这么省干嘛呀 一天到晚就想着在大A里面做贡献 你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我妈就那边不说话 开启了沉默模式 然后她说 这还有啥事啊 不要不然我就回去了 我说你回去干嘛 回去有人等你吗 她说 对 看你没人等 我又有人等 聊天聊不下去 王总不仅还在炒股 而且他还赚的 虽然赚的不多 总的来说是盈利的 这一点倒是狠狠地打 我的脸都肿了 好大一树花 我这个花是我妈下去拿的 她送了过来的时候 我刚好在沐浴更衣 我当时还在楼上想 我就想她如果下去了之后 她会不会说 哎呀 谁送你的花啊 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哎 有男朋友就早点告诉我吧 我也不用去相亲平台交钱了 但是她回来一言不发 我估计她看了上面的小卡片 上面写的是 爱有很多种表达 每一种表达都是真挚而浪漫 673739周年快乐 从小德超话 妈就是看到这个卡片 可能心都凉了 本来就是开开心心地 下去拿花 你看卡片 哎 算了算 那种希望破灭的感觉 上次也是 就是上次我回家之后 我妈帮我收拾屋子的时候 她就问我 你 你 你实话告诉我吧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妈妈很开明的一个人 会怎么样的 希望你找到你的幸福 我说我没有啊 我说我有男朋友 我会告诉你的啊 我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 我在你家里看到了男士内裤 我觉得你应该有了呀 我说妈 我家里男士的东西还多的呢 我男士T恤男士秋衣秋裤都多呀 我妈就听完之后很失望 就我妈就觉得说啊 铁证如山 在这种证据面前你应该承认了吧 本来觉得稳了 这一波肯定稳了 结果白高兴一场 我妈以前也帮我做过那个 在淘宝店发货 她也帮我发过那个男士内裤的啊 就那时候我妈是淘宝店的发货 我妈还受到一些水友的那种 也不能说X骚扰嘛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有一点 当时卖了男士内裤嘛 有一个水友呢 就在那里开那种玩笑 我买这条内裤 要是发妈妈摸过的 就在那里玩梗 有点没有边界感 我妈就气不过嘛 她说你买个十几块钱的 你还这么放肆 她打电话过去问 你好 我是陈玉帆儿的妈妈 哎你为什么要留这种言啊 一条内裤 挣你个一两块钱 就要忍受你的轻薄吗 就要受你这种气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啊 没礼貌啊 讲这种话 对方吓坏了 我听了就很好笑嘛 然后最后我就说 那你们组后怎么样呢 她说哼 我说的她哑口无言 她一直对我道歉 我妈就是大获全胜那场 我说算了 下次别这样了 对方本来也不是说要 想要那个 就是玩个 开玩笑会比较 比较没有边界感 只有大家也不会 给那个长辈开这种玩笑 但是没想到是我妈妈看到 对方的玩笑会比较多的玩笑 对方的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